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为各位带来这本书 书名叫做庄政台湾 台湾一年大概出四万多本的书籍 那对于这四万多本书籍来说 它每一本都有它的封面 不知道大家一进入书店的时候 面对琳琅满目的书籍 你应该如何挑选 可是不管如何 我想你的第一印象 也就是这本书的封面是如何设计的 对于这本书是否会得到你的青睐 让你把它带回家 应该是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 所以呢 我常常在想 关于封面设计 这样子跟所谓的美感 跟文化 跟历史脉络 这么有渊源的一个主题 为什么好像很少有人 或者是有作品在讨论这件事 今天很开心 邀请到的这一位 就是庄政台湾的作者 李志明先生 而他从学生时代在研究所 研究的主题很独特的 就以所谓的书一 也就是在大陆所说的书画 书的封面 到底他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象 带领我们走进时光隧道 因为他这本庄政台湾 是从搜罗的从1940年代到90年代 总共有超过300多幅的一个书籍的封面 所以我常常在这本书里面找到 我小时候仿佛回到时光隧道一般的记忆 蓝与黑 这本我看过 而里面有搜罗这样的封面 对于外行人来说 当然只是看看他的色彩 他的设计 但对于内行人来说 这些书的封面都有他的故事 都有他的文化历史背景 更重要一点是 他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庶民生活 和整个历史渊源 有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 所以今天很开心 邀请到李志明先生来上我的节目 跟我们一起谈一谈他的书 庄政台湾 志明你好 主持人你好 志明你这一本书 庄政台湾 我刚才说了这么一串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他可能是一个阅读者 可是他对于 这个所谓的书籍封面设计的故事 可能就不是这么的了解 我很好奇一件事 当年你在念研究所 是念有关于这个城市发展 台大城乡研究所 对城乡研究所 可是你会为什么会选这么有趣的主题 庄政 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也找不到一些 应该是这么说 这是当时城乡所的那些 是 一般讲规划的题目 我觉得都不能满足我 那时候 一种 怎么讲 想要 创造一种 知识的那种渴望 想要与众不同 对 而且很多题目都是受限于 他的题目的 一些规划案 或是一些文献方法 嗯 对 那讲到这其实也得感谢当时 我的那个指导老师 叫毕恒达老师 毕老师 因为他当时 他非常有趣 对对对 然后 他当时在讲一门课叫 环境心理学 里面在环境跟人的关系 那这个东西其实在牵涉的很广 他不只是说你 讲那个所谓的空间本质 他还讲空间人跟物 对 对还有你的 空间跟权力 还有一些 产生一些故事的 一些互动关系 那我那时候就开始一边找题目 然后一边去去逛一些台大附近 丁州路附近的一家 救出坛 对 然后就找 就当时是为了找一些老照片 嗯 因为那时候觉得台北的城市 空间变化很大 是 那时候就感受到 然后那时候就在救出坛里面 看到一些以前台北的老照片 一些老资料 就觉得很有趣 然后最初是为了去寻找 这个图像的资料 是 对然后 后来这个 这个是从台大附近的几家书店去逛 然后熟了之后就 突然觉得说 这个 旧书店这个东西里面的一些文化 好像以前都没有注意到 对 对 因为我想说 这个东西可以写成一个论文 嗯嗯嗯 对然后就 就试着去写 然后想不到 过程中倒还蛮顺利的 对 就原本以为是误入歧途 结果发现是一片坦途 对对对 因为讲如鱼得水 那我发觉说 那时候我才发觉自己对一些老资料的解读 还有一些敏感度 我觉得就有一种天生的那种 是 很容易就入手了 所以其实讲到台北哦 你刚才一直讲到台北的这些记忆啊 老照片 你本身也是一个老台北人对不对 呃算是在三重出生的 三重出生 但是其实 你说老 我也不是真正的老 但是 对啦 我所谓老台北人不是你年纪大啦 对对对对 是你一直都在 这一块 这这一个 这一个读毁区里面 成长生活嘛 对对对 就是说 而且是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对一些老资料有一些敏感度 是 对 那 因为当时在讲说 刚刚当时在逛书店 那台大 那时候附近除了有很多旧书店之外 也有很多 简体书店 比如说早期的问津堂 秋水堂 那时候我在逛简体书店 发现了 大陆他们刚刚出 在出一些很有趣的书 那个书 是在谈他们30年代文学的老封面 比如说鲁迅啊 巴金啊 沈从文 是 这个名字我们可能现在有些听 可是我们或许没想到他们 那样的书 其实是把他那个封面的原来的样子 把它 印出来 而且放大用彩印的 嗯嗯 所以那时候就感觉到有种震撼 就哎 原来以前的老东西是这么的 嗯 有魅力这么的美 嗯对 然后 收集了 当时也是收集很多嘛 其实比如说以前会会有 回去收集什么姜德铭 什么书衣白银啊 对 就他们其实你会发现 他们大陆 对 很很早就有系统 去整理这些老鼠 对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哎 大陆有这样的东西 那台湾 以前的东西 是长得怎么样子 那时候我的敏感度 就是从这边延伸过去了 不过我在想哦 要钻进这个领域里 要不断的保持热情 跟你的生命经验 和一些生命的主观世界的感召 一定有很深刻的关系吧 对 那那时候也是很 我觉得很多事都非常的巧合 那你回头去看这个巧合 你真的 不能够遇到说 我们今天在讲什么生涯规划 其实我觉得那个都很难讲 是 我在大学 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很难去规划 我在大学教生涯规划 都教的很心虚 因为生涯本质上是没办法规划的 因为如果说照我的生命 原来 我应该去当建筑设计师 而不是来搞这个 对 然后因为当时 当时就一头专入这个 所谓的旧书文化的研究 然后 而且很巧 那时候刚好是台北 旧书产业产生一个 一个阶段性变化 一个很关键的 大概是2002 2003 那你说为什么是正念 这我也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就说那时候 因为刚刚那时候 光华商长一定确定要 要改建了 那那时候 那几年里面陆续就有很多 想要 做想要有 更求一些不同发展的 一些书商就牵出来 然后是 在台大四大附近 开了这样的救助店 是 对 所以你会发觉说 你看到现在刚好过了10年 很强 然后就是说 而且 而当初开的那些店 也跟我这样一起成长过 对 比如说当时 在 那个 龙泉街的旧乡区书店 还有什么胡适书店 还有什么茉莉书店 就是现在我们台 我们在台大公馆附近 这些比较知名的书店 其实 都是那个时候 起来的 嗯 然后我的这个 所谓的旧书的这个研究室 也刚好是 就是这么巧 就刚好切到这个 这个时代潮流 这个 这个浪口 对 我觉得 我现在回头看是 我觉得蛮奇妙 就像你在找旧书 你会有时候 你要 摆 你 找一本书找 你就怎么找找找不到 但是有一天 你突然扶置心灵 到了某一 他就 他就 他就摆在眼前 好像是书来找你 对 我觉得真的有这种 很奇妙的这种姻缘 没错 我能体会这种感觉 那如果好 我们再把时光 往前推一些 你说你是从 大概2002年 开始投入这个领域的 一个研究 可是既然是研究 旧书 那其实书跟一般的文化意识形态 历史背景 甚至于跟庶民生活 它是贴在一起的 那么以我们的年纪 说实在点 我们可能都没有经过真正所谓的日志时代 甚至于对于白色恐怖 或者是国民党统治这种东西的记忆 和那种主观情感上的深刻度 也不会像真的一些长辈这么深刻 可是我看你的书中 尤其是你这本书 里面总共有六部 对不对 五部 总共有五部 而其中的第一部 谈的就是呢 我看看 叫做回梦乡土 历史风景之章 谈的呢 就是整个关于台湾的历史 因为你这本书 书名叫庄政台湾 那你透过这个书封 和书一的设计 对于我们所谓的台湾这块土地 它本质上是一个殖民地 应该说它是一个很深厚的 殖民文化的一个影响 那怎么样透过你所观察到 书封面设计的变化 而去影响 或者是被影响 透过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 比如说我们 有时候都有一个所谓的 族群认同的问题 所谓的内心深刻的 对于文化认同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 从所谓的 你说讲的历史或殖民的角度 我觉得一开始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 可能有点 呃 沉重吗 对 沉重对不起 我代表自己跟大家道歉一下 没有 但是我这要回到刚才讲的 就是我对老资料的敏感度 我刚才其实 一开始去收集这个没有想到 所谓真的没有想到 那个远大的目标 只是觉得他很有趣 没有扣到这么深的历史 比如说有很多人会喜欢收集一些火柴盒 或是一些明信片 一开始就是有趣 然后就觉得 当然这也是归 归功于 我可以讲到我大学时代接受那个建筑教育的美学教育 是 这是很重要的基地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觉得那个东西跟我以前接受的所谓的现代主义这个主流的 那种设计空间美学教育有很大的不一样 但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震撼 然后 也因为那种以前的那种训练 让我发觉到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挖 嗯嗯对 那么的话如果是这样你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叫做现代主义 嗯是那对于多数美学教育尤其现在来说的话可以这么说吗都是现代主义的垄断 哦是啊 对不对 因为现代主义那个设计是等于把设计师当成英雄 设计师就是英雄主义构成的那个历史 好那听起来你似乎有点批判来说说看吧 不是这么讲就是说因为怎么讲我觉得美这个东西你要多看 但问题就是说当然我们的某一种教育某一种的观念它变成一种主流的时候 嗯它自然就会就会让你觉得好像你只能遵从这种美学的原则 它垄断了我们的感官对不对 我觉得讲垄断好像也有点太强迫 对是有点太重 好它有一点比较强势的输入我们的感官 对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这也跟旧书文化它有一个氛围有关 就是说 呃旧书它跟新书来比它是一种累积性的 是 而且新书它是有一种时效性去那种价值 但是旧书它是一个 我觉得讲就是比较像一个大海 然后它是一个时间的大海 嗯 就是说你你你你 因为新书它有时效去跟三个月什么 但是宣传期过了就不见了 但是你如果把这两个比较起 你会发觉说突然你你如果去 去深去去了解去试着去了解这个旧书文化 跟它的那些老的书代表意义的话 你会觉得说 它这个真的是会让你 帮你开了一个窗 嗯嗯对啊 那个窗子会让你以前没有看过 就是说以前你可能看 很多那种现代形式的设计那种极简的 嗯嗯对 但是你要发觉说比如说以前的人 用色用颜色会非常的 鲜艳 而且很都喜欢用原色啊 我们讲色彩绝业的三原色 嗯嗯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一方面是因为说 那时候的印刷的条件并没有 像现在这么发展 原色选择没有那么多啦 嗯嗯 我们在讲所谓的 色彩绝业有一个名字叫中间色 就是说你把原色混在一起 嗯 然后中间色跟中间色又混 就是说 当色彩绝业发展的时候 选择是会越来越多 但是 印刷技术还没有support到那 但是问题是中间色月混 它的色彩的那种 原始的那种强烈的歌姓会被冲淡 对 所以你说现在设计师其实 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通常都很崇拜白色 不然就黑色 比如说现在我们达很知名的 嗯 原原灾 它根本就是以白色 就是当做它崇拜的一个颜色 嗯嗯 对啊 那其实有很多设计师 喜欢穿黑衣服 嗯嗯 那问题是说 这种 当你去把这个 你看这个这些设计 这些颜色的东西 把它 你把那个眼光拉到一个 比较长的历史去看 嗯 你会发觉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 不只是 这种黑白 当然黑白他们有它的那种sense 可是问题是说 你你你没有看过以前那种 很单很单纯的颜色 很鲜艳那种感觉 嗯 那个是很不一样 就像 其实你看艺术史上也是一样 其实有些画家到后来 他会去跟原始 一些原始部落做借鏡 是 对像以前的 比卡索或 马迪斯 是 对 是 那从里面的原始 那种色彩很简单的 很鲜艳的那种颜色去 嗯 去寻找一些 我觉得像旧书 其实也应该有一个 提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看它 那如果以新书跟旧书的设计上做一个对比哦 嗯 在你看来什么叫做 所谓的好设计 我觉得还是要跟内容有点 互动有点关系 因为等于刚才回到讲 刚才我讲过那个 现代主义的是 崇拜设计师把他当英雄嘛 对 所以说 你知道有些大牌设计师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就是说 一般人就是说 一般书就是说先有书的内容 然后再去请设计师 根据这个内容的设计师 可是问题是说 有些大牌设计师 你可以叫先设计封面 嗯 然后再 再去找作者去配合他的封面 嗯 就它其实是一个 有点本末导致了 听一下 它是一个 因为两种都是创作 一个是内容的创作 一个是所谓封面图像的创作 当然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是以封面来说的话 它就是以某个内容的封面 为主要的一个诉求嘛 对 而不是说你今天 譬如说我今天是个画家 我就是画一幅图 那当然就是所谓的 纯粹创作嘛 对 而且以前的设计师的角色 跟现在很不一样 以前的是所谓的艺术家 嗯 就是说他们 他们不是一个被分工 当作只做设计 就是说他们那个艺术家 跟作者 对 跟一些小说家 跟文学家互动 其实非常频繁的 你的书中 提到这个部分 琢磨蛮深的 嗯 对 因为其实 对 这个这个蛮重的 这个我偷偷告诉大家 就是要我们所有的听众 记得去找这个 知名的书来看 这样子 那当然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 嗯 如果我们谈到这边的话 那么近期 关于书的封面设计 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 而且很积赏的作品 让大家可以 图像化一下 当然除了你的装正台湾之外 这个你自己的书 这个设计 当然有你自己独特的味道 但我说近期在整个书室 或者是最近这几年 有没有令你觉得很积赏 你觉得 嗯 这个设计是很不错的 供大家可以脑袋想象 视觉化一下 哦 这样比较不习惯 自助性行销 没有啦 就是说台湾 也没有自助性行销 因为除了你的书之外 去谈别的书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 自助性行销的问题 你说很新 因为其实我没有最 最欣赏 或者是 或者是你可以举几个 你个人 有触动到你心弦的几个作品 这样子 因为怎么讲 台湾的设计 其实受日本影响很深 当然 嗯 只是说 我里面提到 当然以前日志时代 那其实现在也是 对 一直都是如此 没有 其实 你说历史中间有 有一个 有一个过程 就是说国民党 那时候刚来的时候 那时候 那个所谓的 日志时代那些东西 有一个断层 大概断层有20年 是 那潜意识一直没有忘记啊 一直在骚动 所以现在其实 我们开始 有重视这个 所谓的日本设计方法 跟我们的影响 嗯 对 你会发现说 现在有很多 有些书在 在 比如说一些 日本设计师的传记 我们现在也开始在去 对 把他引进来 但就在 就在十几年前 是比较没有这么深入 对 因为我们 如果再找一些 在早些 前些年的话 我们对于日本设计 我们其实是有在 但是我们引进 是一种很入门 很浅的 浅叠的那种 对 但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那种 针对 设计师个人生命史 嗯哼 尤其是日本的 最终 最终 近年比较重要的 一个中正代设计师的 把他引进来 是 那 那么 我刚才的问题 哦 关于近期 或者最近这几年 你个人觉得 有触动你新弦的设计 可以跟 跟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没有 并没有 好 那我就知道了嘛 因为呢 其实我觉得 历史有它的轨迹哦 那我们常常 我在外面有在做一些 创意上面的教学 其实 所谓的创意 很多人一直在求心 可是创意某个 很重要的关键在于 你要往回头看 因为呢 当你从今天的角度 能够看50年前 或60年前 或更久以前的东西 其实你会发现 历史它会 它是不断循环发生的 所以呢 有时候 对于一些美 对于一些设计 它是老材料的新组合 但是关键在于 如果我们本身 有一个独特的美感 最重要一点是 我们愿意 去打开我们的感官 去感受 去感受这个文化 感受这个环境 那么我想 透过一些 老资料的养分 那么我们在新的时代里 即将会有 不同的挥洒 和色彩的展现 今天很谢谢 志明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你 哦 谢谢主持人 对 那你除了庄政台湾之外 你先前还有出 半世纪旧书回味 还有庄政时代 这两本书嘛 对不对 也期待你未来的一个发展 听说你未来是要做 跟城市与声音有关系的作品 是 好 很期待 希望你推出新书的时候 能够再来上我们的节目 接受我的专访 谢谢你 哦好 谢谢 好 那我们的今天的内容 就在这边 谢谢你的收听 拜拜